台湾女王公开赛开打 大威蟹台 总奖金50万美元 约台币1600多万的台湾女王公开赛 昨天上午在高雄开打 台湾小将出战的单打双打手轮都吞败 2012年世界排名第29的波兰拉万斯卡 持络了击败世界排名第327的徐静雯 拥有7座大满贯冠军 世界排名第12的大威脸斯 今天抵台 今天首赞台湾21岁选手李佩奇 台湾一姐谢淑薇今天下午登场比赛 也会捐钱给台南赠栽 觉得蛮难过的啦真的 我有好朋友在那边 都是那个网球相关的 不然是大学学校里面的室友啊 这次是摇到就是 我爬起来想说要不要跑这样子 三星的发生就觉得就是 会感同省手 因为真的就是会换球 当时就会有一些急 是蛮沉重的事情 就是在过年前一片 可以借由这个比赛 然后带给台湾人更多的意料 也可以让很多台湾的球迷朋友们 难度的球迷朋友们可以来看我们的比赛 动物新闻高中报导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